今日经济日报建议大家留意汇控5号 简选原因是市场预期今年内高息环境会持续 国际银行股得益息差上升 加上香港银行同业拆息近期处于高位 汇控的净息差预料会持续扩大 带动盈利向上 盘袍终合圈商预测 汇控今年每股预料会派0.65美元 从上0.51美元流上 即是疫情前撤回派息的水平 今年预测股息率达8.4厘 疫情前往迹息率大约是8厘水平 明年每股派息是0.78美元 预测的息率是10.1厘 息率高过其他本地国际同业 汇控近日回保8月中的下跌烈口后整固 短期可以抗59元区吸纳 上网前顶是65元区 跌穿近日低位56.8毫本就适宜减持 来自买 kaf的腹目 可不可以抗19 我来自买下的脚目 水平底的话 它体偏向上也会有个缩孔 发生很远的 即充分区 它写定了